大家好,我是Felix 笑拍啊 為什麼每次登場都會有這麼奇怪的登場方式 今天我們來交換禮物 其實我們一向都不是很慶祝什麼節日 什麼生日啊,紀念日啊,聖誕 好傷心啊 不是,其實我們窮才不慶祝而已 是這樣的嗎? 不是嗎? 是這樣的嗎? 你不要磨桌子吧 好啦,我們不要那麼多廢話啦 快點拍吧 沒錯,首先呢 就拆了我給小白的禮物 嗯,讓我找回對話先 那為什麼他找對話呢 這一份禮物呢 就是阿謙幫我買的 那有一次呢 我就回到來 我就跟他說 喂,我想了一份禮物送給你啊 然後他一下子就猜到 好像上次送Groot給我一樣 就是這樣的 話說在11月29日的時候 阿謙無端發了一個連結給我 然後我說 多謝謙爺 那那個是什麼呢? 就是一會兒我們會開的東西來的 然後他就說買啦 然後我就說 妳說什麼啊? 妳跟Hideal送給我? 真不好意思啊 然後他說買啦! 別想我 然後我說 我不買啦! 然後他說 買給妳啊! 在Felix裡扣 然後過了兩天之後 他就說有禮物送給我了 為什麼她要一次過傳送同樣的訊息給我們 那就是穿崩了 我覺得是你的問題 你是忍不住,守不住驚喜的那些日子 那我告訴你,有東西送給你嗎? 遇過一下不行嗎? 那就很容易猜到 以後不遇過 好啦,我們現在... 這一份就是她的禮物 包都沒有包 其實我已經開過了 對,她之前已經開過了 原本有一張紙包著 但已經被我拆過了 這裡我還沒開過 但之前阿軒在某一段影片已經拍過這個開箱 所以我大概知道是怎樣的 就在那時候,她表現得很想要的 我想買的時候都已經沒有了 結果她回貨,阿軒就立刻發了一條禮物給我 還有就是這個Polarsons的Figure 我蠻好的 我也很怕看到你們的 它掉了頭了 你這樣抬開它,當然是掉了 咦? 這個很好笑 那個頭髮怎麼了? 好像閉頭一樣 那個髮型去哪裡? 那個頭髮去哪裡? 在那裡,我懂得送膏 我明白了 但她做得很小的 拍片了,回來啦 回來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Figure跟其他不同的東西就是 像黏土人一樣 可以換手、換樣子 她本身的頭閉了 還有這個翻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髮型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剛剛無緣無緣無故弄裂了她的頭髮 剛剛說好像閉頭一樣 原來就可以塞進去 所以是吧 好啦,我換了做我最愛的配搭 接著要著火吧 放在哪裡? 看我 A few moments later 哦,好像看到了 看到了 這裡特別裂開了 終於看到一個缺口了 突破這個缺口了,小伯 開大了,開大了,開大了 還是很難拔出來的 嗯 嗯 真的開大了嗎? 那隻開大了嗎? 嗯 挺漂亮的 不行啊,拿不出來啊 我拿螺絲批叫它 為什麼不緊的呢? 不知道啊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嘩 哇,實到飛起了 它的膠都黏住了 其實原本是割開的 為什麼這麼難的? 怎樣啊? 是不是有障礙啊? 你看看這個凹位? 什麼啊? 看這個凹位啊? 為什麼你成功了? 你看到上面才有三個散? 這個是... 什麼?下面有三個散? 這個斜的嘛,大哥 你看看多斜啊? 我剛剛是對的 你剛剛是對的 你剛剛是對的 對你的頭啊 你這個頭啊,馬上掉下來 你都失散了 有什麼拔不出來 為什麼弄不見了一個摩托頭呢? 摩托頭 我神經病啊 我把鎖匙放進去啊 什麼事啊 咦? 完成了最後的裝置了 右手就拿著螺絲的手術果實 左手就耶 然後它的樣子就是吃著煙 串串串的樣子 然後把火燒進去 吃衣食著著火就很好笑 那好啦,事不宜遲 大家對於colasol應該都沒有什麼認識的了 都可能沒有什麼愛的了 所以我們馬上就馬上展示一下 我送給Felix的禮物了 我要送給Felix的禮物是... 登登! 喜歡嗎? 又可愛又大... 又可愛又好籃 餅餅? 餅餅? 哈哈 哈哈 Grand Sponsor Degu De Oukuri Shimasu 哈哈哈哈 你做了什麼啊? 屎生 突然開始塞進去 XD X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